好 大家好 今天周三 由于我自己有戏 晚上有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以非常快速的给大家单独录制一个视频 那么昨天其实在discord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我对于特斯拉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特斯拉在短期的这个时间内可能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行情 我想对他进行一个计划和准备 那么宏观数据上我们看到是通缩其实是来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当下市场的一个走势 我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跟大家过一下我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基本上是以投机的纯投机的这个筹码博弈的角度来分析 那么如果大家还是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别忘了订阅 喜欢的别忘了点赞 我们开始 好 我们先说美股大盘 在这个位置上我就想提醒大家的是 那么今天特意加一层 就是加一期 就是想跟大家说这个位置上绝不可以追高 当然你可以说你最后fomo 最后的情绪我们的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他着急 他受不了了 他反而在这个地方他要去追 这个时候你说你别追高 他又骂你不顺势而为 那第一位买的时候又说你这个熊市买多 对吧 所以说怎么样都不满意 这个地方一定会有很多人给他说不 别买 他会不满意 那是没办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 他就是以后不是买点 这个地方不是买点 是逢高进行出货 这个地方逢高出货 那么我们对于大盘来说 大盘有一个非常规矩的地方 就是我们到了他到了一个一定的超买程度 他都会进行对于绿色带的一个反应 那么你觉得这个地方冲上去之后往往都会有一个拉回 而且我们即使说最简单的一个拉回 回到生命线 回到生命线这里也4355左右 那么这里的强支撑 多个均线的支撑在4341 那现在位置将近4500 这里至少有150点空间的一个向下 它正常的一个回调都得有150点的空间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那么就更大了 而向上的空间大概你到底有多大的阻力可以冲破 我们简单的用RSI来看 RSI这里是冲到多少 这里冲到了85 这是80多 这是多少 一般来说超过80基本上就是一个每一股指数的一个顶部了 那我们来看 随便看几年的 我们多弄几年 比如我们弄个四五年 一日线上其实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只要超过80往往都是什么呀 哪怕是再强的牛市 而且我跟大家讲 真正的牛市很少出现强超卖 对吧 你强超卖 这里强超买 不是说强超买 强超买 强超买都是伴随着比较淋漓的这么一个回调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首先判断的第一点是你在这个位置上不可以做 就是不可以追夺 就比如你现在没有餐位 你着急了去追夺 因为什么 因为看了好多社交媒体 小红收 对不对 discord 微信群 对不对 各种吹牛的 买货泡的又多来了 你又受不了了 那这个时候你进去就是接盘价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这个位置上你要第一咱不能做大错是这里最多 那么是不是可以做空呢 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提醒大家的是一个千万不能做错的 第一个做错就是做空 那这个位置上如果你要是选择做空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选择好用什么的 用小仓 比如1%左右的仓位做衍生品 比如change weeks非常低 买入4个月以后的一个大约4350的这么一个pulse 而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或者是自己的操作 我是选择了12月份做的一个蝴蝶 更保守了 更加保守的一个对冲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首先大盘我们先说到这里 就是这个地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但它不是一个咱们所谓的什么空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说过顺势而为是什么 是当下市场它超买了非常多的情况下 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选择的是逢低买入 那现在的话整个均线我们随便看 整个均线全部回到多头牌来 且这个地方正好是刚发散出去 这里要不然是横盘 注意为什么做空难 因为你这里做空它很能横盘给你做盘整 你空下去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做空之后 你很难找到一个止盈位置 因为这里形成了多头牌例 所以第一 最大的错误第一就是这里追多 第二错误就是在这里盲目的大量的做空 那么我们这里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 在这个多头的出货或者是进行观望 那么指数横盘是否意味着个股没机会 恰恰相反 指数落横盘 还有很有可能的个股会形成机会 昨天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数据就是什么呢 就是市场上现在多空有非常大的一个分歧 就是这个地方做空的资金16个礼拜 或者说连续4个月做空资金连入 所以说大家集中去做多那些大型科技股 而是疯狂的做空小型科技银行这些小的股票 所以大型科技股在这段时间走的非常的疯狂 那么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反转 就是当大型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 涨不动的一个情况下 它会可能或者说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轮动 就是出现我们所谓市场中的高低切 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这个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我们看今天纳萨克的走势 那是非常的疯狂 大家看这里非常的疯狂了已经 那还是那个地方 最错的错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追纳萨克 那么它如果向下切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传产的低位股 在这个位置上都形成了底部 比如说我们再看日线上我们说迪斯尼 迪斯尼在这段时间终于起来了 之前不知道多少人在这留言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的时候这边就是底了 对吧随着受不了了 那么这个位置上就出来了 那么就是走出来之后回到了一个 这里不出意味的话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周期的一个起点了 迪斯尼是我认为是美股第一蓝筹 只是说这些年糟蹋的太厉害了 那么新的CEO要给他时间 我们在基本面上这里不对数 已经跟大家分析过多次 那么这个位置上 你既然已经是比较大周期的 或者底部出来之后 那就是逢低找他的什么 2B 对不对 第一次回拉能的承接 作为一个开仓 那么或者现在的话已经是拥有仓位的话 这个位置上其实是短期内已经是超卖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看一下 切到迪斯尼 对吧 我们再看科技股在往哪切 科技股在切ARKK 但是也是走得非常强 那么传展股 大家看金融板块 对吧 比如说KRE 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强 那么大周期这里次低也出来了 那么整个他在像这个地方切 就是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市场上的一个资金 再进行一个大 像涨的非常多的 像涨的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切换 所以说这是我们对市场盘面的一个观察 当然了 我们有一些交易的一个策略 交易策略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针对个股的一个操作 同时对指数进行我们账户上的一定的保护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还跟大家分析到这 好 那么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特斯拉的这么一个图和操作 我在这里跟咱们的视频的网友们也是讲一下 我认为特斯拉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开启一个比较大的行情 那么我从几个方面来看 那么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来看特斯拉这个位置上 第一我们要盘面上去看特斯拉 特斯拉现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是电动车大型科技吗 它其实的走势 我跟大家讲 比较有点 或者说比较跟什么比较同质是跟中盖的走势 非常的意思 那么再说的白一点的话 其实很多的国内的一些资金也在这里面炒作 那么这里面跟中盖的活跃度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它就更应该跟中盖的一个走势 有点相像 当然我们也是开玩笑 说特斯拉是半个中盖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说这里有可能会有行情 第一 就是这一波的散户 它的跟上两波的比 这一波的散户 这些散户 它们的信心 或者说我们开玩笑说 这波散户不行 它的信心比上两波真的差非常多 一个是当它下跌就俩月以后 然后再上涨不动 又下跌的时候 邦邦再打两圈 这些就是出货了 上面的筹码 为什么你能看出筹码再换呢 这个地方一个凹动量 邦一下跌下来 这就开始有恐怕蛮出了一点 然后又有凹动量 邦又来一下 就是害怕了吧 害怕之后上涨的过程中都是带着量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套牢的人开始往下换 换换换换换 那你说这个地方换完了吗 我个人认为是还没换了 还有一部分要换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没有 put trigger 就是在这进 我是耐心的继续等我算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上冲到我们子次带之后 就形成了压力 而且这个地方245到250之间就会形成压力 那么这个里头我们跟大家分享用一个什么方法 探图所记又叫科州球剑或者说 当然很多人说这是瞎扯弹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来看之前两拨操作 像这一拨的操作大家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埋伏了也是一拨游资 他怎么埋伏 就上面这两拨这个地方很多人套牢了 然后被崩盘了雪中满 然后像我们这拨抄底的 你知道吗 也知道这是空头趋势 所以像上拉伸的过程中 我们这帮抄底的其实踢个路都跑了 跑了之后上面又一堆fomo了 当时在这说 167的时候准备出的时候 好家伙被骂死了 为什么 这212的时候 马上有很多人说不买 现在就不买 买不到了 不买就买不到了 这个心态已经非常崩溃了 然后就在这接盘 接盘跟这畅好又是形成了 又被套住那雪筹马 然后一个跳空跌完之后 当时在这一横盘 这里大量的这个筹马换手 就是上面一些套楼盘受不了了 为什么也是这块 其他股票涨得好 市场走的非常强 那么马上特斯拉一下去 受不了了 那一受不了 就进行了换手 换手的过程中 就在这形成了个趋势的反转之后 就快速的进行一个拉升 快速嘟嘟嘟嘟嘟就拉上去 而这个拉升其实是整个 我们说大航行的开启 那么我们在这儿 按图索计 这两波走的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操板手法都差不多 甚至于可以怀疑 整个操盘 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一个资金在里面的一个炒作 当然这是只是合理的一个怀疑 它不是设计阴谋论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连缺口涨的差不多 那么完全可以看 有没有可能 这里出现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行情 我认为是会有的 而且这里会伴随着一大堆 可以炒作的新闻 因为这就是非常适合炒作的股票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pull the trigger 是直接上的 因为我们知道上面这个抽码 没刮干净 一定会有一个新的喜欢向下 那么这个时候向下的过程中 我在结合我对市场旁边的观察 以及市场的情绪我来判断 不会说给你一个预测 说我认为跌到这我就在上 没那么回事 没那么回事 我们再来快看前几次的一个前几次的也是下跌 大家看都是邦邦邦三波 一横盘一转式就是一波 那么这个有几次 有几次 比如说我们看这波 这波也是 这波是跟着大盘走的 那么这一波就是我们在操作过程中难度最大 它是个底部出来之后是打两波 往上弹的过程中 是横盘过程中是边横盘边拉升 他就在收这筹码了 这一波拉的非常急 没有做特别好的一个筹码指换 而像这一波大家看 这一波和这一波 这两波都做了非常好的筹码指换 尤其是我跟大家讲 尤其是这一波最好做 因为这里直接带着跳空缺口上的 任何带着缺口且爆量的地方 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买点 那么这个是跟很多朋友可能 他理解就不太一样了 大家一看有缺口 老说要补 这是为什么我从来不在视频里讲什么所谓的缺口 因为这会形成你心里一根刺 就是你这个刺他老要补缺口 那这时候你怎么可能放心做多 他最后当然会补了 对不对 那补的时候 我早都做完这波走了 我们注意是什么 是投机客 AKA 投机 你投机的话 就不要去考虑长期或者一个长期 还有很多朋友看到刘文阳也有意思 我其实想说 我们要不然做基本面投资 就是对公司的财务和资金进行非常有效的 也就从会计准则和金融方面 对整个公司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 或者说我们就说投机 我们作为筹码面和资金面 还有技术面进行相结合 进行投机操作 而我们大多数人是什么 叫新闻面分析 分析完了一吨 它是脑补 我认为特斯拉应该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认为多少点 它基本是属于叫treat by your fantasy 就是我们的fantasy 这是靠自脑补想象出来的走势 那这样的交易怎么可能持有的 也许你每天灵光扎线判断对了 那你可能赚了一大杯钱 对吧 那么就是觉得自己天神下凡 而大多数情况下错了 都不知道怎么错的 那只能 那这时候也很怕 好办 骂死胖子害我 死胖子没有我上车 或者说骂其他的人 或骂马斯克 骂政客 对吧 最后你的账户是没了 所以我这多说车远了 回到我们这里来说 我会在这个地方 耐心的等待 它的这么一个回调 所以我会认为 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 我认为机会大于风险 那么如果它这个回调 比如说这个缺口 这个缺口 或者说这个底部一个形象一下砸破了 上牛大阴线出来之后 那我的判断就会重新去进行一个审视 它是一个动态的 那么我的判断会在每天 我每天都复盘了 我就会在我的discord中给大家分享 那我们discord谁付费的 还有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youtube的视频中 从来不给大家讲一半 然后留个call 说你得来我这付费的 我这里全是付费的 我们的指标这是付费的 然后我们discord付费的 课程也是付费的 然后我给你留一个call 我说这个call就是你不来我discord 你就不知道我们该怎么操作了 绝不是这样 我的思考 我的观察 马上分享给大家 那么具体的操作和每天的观察 需要什么时候pull trigger 它是这个市场上动态的 我没法去猜 我直接告诉你 而且我也没法每天给你去录视频做这个 所以我想给大家 希望大家理解 这是我现在给大家能分享 或者是我现在观察到的机会 那么比如说你交易能力很强的人 其实可以关注他 这段时间他走势比较强 我们就可以关注他 是不是在某些赛道上 包括今天包括中盖的一些热门 其实市场的资金又在进行一个转移 而从大科技转向了什么 小型科技股的一个排空 又转向了什么 传场股的低位 包括迪斯尼也好 对不对 看到我们这些传场股 也包括小的银行也好 银行股 它的估值是非常低的 我们再随便看一见 比如说像美国银行 美国银行的价值的低点 基本上来到了 咱们说来到什么叫低点 它的价格的贵的程度 咱们用简单的p来看 这里基本上是来到了20年的低点了 所以说他们的整个估值也好 整个公司的运营也好 它是便宜的 所以资金现在开始选择 我选择的是一些便宜的股票 顺带时候把这些有做空的人排空打到一些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我也会根据我的观察 进行个仓位的一个控制 所以今天就赶紧跟大家录一下 我们说这些 那么后面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 周中就是这样 拜拜